下一个我也是为大家准备的一个很重要的子弹 就是我把学校会用到的名词全部收集起来 然后我list out出来 OK好 a word that used in different places OK在桌里面最重要的是动词 可是有时候我们写作文往往我们讲到那个字 OK可能我们会用一些很简单的字 比如我们讲 呃 我们讲 功课要教的话我们用pass up 我们用pass up其实不是pass up 是hand in the homework OK可能老师在班上或在学校也讲错了 不过他真正是hand in 我们看学校 比如asample是集合 我应该在周会的 assign是给 这个字呢可能你们在Google Classroom有看到的 我相信你们最近老师给Google Classroom as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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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给功课 就是 Q up 你们懂啦 排队 anchourage 是鼓励 OK hand in 你们可以画起来 hand in 教功课 obey 你们 OK 这些字你们都会了 我是讲一些比较难的字吧 achieve 达到目标 Hocker is in my school Hocker呢是小贩 小贩是那种pass up那种小贩 如果你觉得 你觉得你学有小贩的话呢就 就觉得就写有了 我不懂啦 一般上没有啦 我谁举手啊 谁举手刚刚 拖映像是吗 什么事 有主事吗 OK 有举手吗 好来我继续 好 give away the banfa 然后seed for SM 可以画起来 OK这个字是一起的 它是一个phrase来的 OK seed for SM就是参加考试 OK 考试 OK pass the test In the city呢会比较多一点啦 因为我都是 想到 就是在城市有什么东西 我就想出来啦 OK可能有些 你觉得不是的话呢 因为城市很大嘛 OK可能有可能没有啦 OK好这些呢比如get off跟get on 你们可以 学起了 比如get on的是上的意思 OKget on是上巴士的上 OK上 然后get off是下 OK下车 OK 好 还有什么offer a seat 就让位 比如在巴士上 OK让位 然后其他呢都你们是 看一看啦 OK 这个wave呢为什么我写wave呢 这个wave呢是用在 wave for a taxi啊 它是用在 找那个得士啊 taxi OK wave OK 我没有看过这个wave的字 wave是挥手 啊 啊 啊 这个wave for taxi啊就是 就是你在找得士啦 啊 它的意思是 好最后一个呢是在shopping mall的 它字呢有些字呢比如 OK bargain呢是讨价还价 afford是负担得起 OK ok dispose 你学起来就是 dispose of rubbish 就把一堆很多垃圾呢就把它扔掉 OK enquire是询问 这个是windowshop呢是 呃逛街 就windowshopping啦 就先逛啦逛街 OK 所以呢这三个 column呢你们就回去 啊把它学起来 然后呢你可以把你可以 收起来这个notes啦 比如你写作的话呢你可以拿出来 找一找自己什么字可以用的 好